请听小说《仙逆》第1621章 万空古门 没有温养 眼下他也没有时间去思索温养 他要的就是这空门的爆发 要的就是成为大能之后的修为土匪 此刻若他心念一动 去吸收那空门之力 则立刻成为第三部空涅终其修士 但这样的修为他还是不会要 这也仅仅是两道本源之力罢了 隐隐地随着亡灵内一指 仿若有一声愤怒的咆哮从那星空崩溃的空门所化漩涡内传出 却见着漩涡急速转动下 赫然间第三座空门幻化而出 但就在第三座空门出现的瞬间 在其后 第四座空门同时出现 若仅仅如此也就罢了 可在那第四座空门之后 居然又出现了一座 那是第五门 三座空之大门同时幻化在天地间 远远看去这一幕震撼人心 让四周数万修士仿佛失去了意识 只剩下了恐惧与骇然 三座空门 他到底要干什么 如此不断地轰击 能让第三部大能艰难面对的空门 他 就算是我界外太古武尊 也从未听说过 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 封尊 封尊哪 王林神色平静 看着那连续出现的三座空之大门 身子向前一步迈去 化作一道流星 在四周万众瞩目下 直奔这三座空门而去 因 王林前行当中 右手伸开 五指成长 刹那就来到第三座空门之前 右手抬起 向着那庞大的空门 直接就按去 果 在暗去的一刹那 王林的声音回答 最终化作了最后一个音符 印 因果印 王林七十多年梦到 以因果感悟而出 此生第五式神通 在那印子出口的刹那 王林的右手完全地按在了那第三座空门之上 一掌落下的刹那 王林双眼露出寒光 五指成爪 向那狠狠的一抠 轰一声 他的五指赫然扣入了那空门之内 在那空门中 其右手五指收拢 握住了拳头 这一握之下 仿佛被他握住了天地因果 在一声大吼当中 王林的右手向外狠狠地一收 直接从那门内抬起 向外猛地一甩 这一甩之下 隐隐居然有一个扭曲的空门虚影 仿若被王林的右手拽出一半 在其右手抬起的刹那 这第三座空门立刻就有轰鸣回荡 却见咔咔之下一道道裂缝 以王林之前右掌锁岸之处 向着四周扩散 转眼之下 就弥漫整个空门 砰的一声 化作了无数碎片 直接消散 第三座空门 崩 在这空门崩溃的瞬间 王林的笑声回荡 英国本源缭绕 他全身的气势再次暴增起来 直接就从那空涅中期 生生地攀升到了空涅后期 从古至今 第三部大能从未有过如此事情 在轰开空门的时候做到这一点 王林没有停顿 在那第三座空门碎开的同时 一步迈去穿透了那些消散的空门碎片 一步之下就来到了第四座空门外 双手抬起 同时按在了上面 生死印 王林的左手一股白起弥漫 在落下的刹那涌入空门中占据了一半 与此同时 从王林右手上散出的黑气 如风暴一般横扫卷入空门中 与那白起扭曲旋转 使得的空门剧烈的震动起来 随着王林生死印那三次出口 他神色平静 可双目却是有一股俯视天地的傲然 双手在前向着仰旁狠狠地一掰 给我开 在王林的低吼下 他的双手仿若蕴含了天地生死之力 居然在这一掰之下 那第四座空门矩阵当中轰然崩溃 第四座空门 崩 在此门碎开的瞬间 王林身体上的气势再次轰然爆发 从之前的空孽后期打倒了空孽的大圆满 站在了空孽的巅峰之上 他的眉心之中顿时就有一道裂缝 阴隐要出现 这裂缝那一片漆黑在那里 仿若蕴含了另一戒 这是空灵修士独有 自成香火戒 以自身温养香火之魂 甚至以自身有了香火戒 空灵修士可以强行让人膜拜自己 成为自己的香火之怒 王林哄开空门全凭自己 没有丝毫的香火 如此一来 他这眉心裂缝便不是香火戒 而是其自身天地 他即便没有香火之魂 但同样可以让人强行来膜拜自己 眼下这裂缝还未完全打开 他的修为还不够 长啸当中王林大秀一帅 把那些身前正在消散的空门碎片 直接卷走 出现在他面前的便是那第五道空门 这第五道空门比之前还要凝食无数倍 如同一个真正的大门 屹立在星空 随着此门的出现 王林根本就没有再次抬起双手将其撕开 而是双目露出一股惊天之盲 看了那第五道空门一眼 直接闭目 双目一闭 则在王林心中天地万物全部都是虚假 他本心在念头在 则一切都在 闭目瞬息 王林双眼猛地一睁 在其睁开双眼的瞬间 天地万物一切虚假也成真 这就是他从真假本源内悟出的神通 真假道 那第五道空门存在于星空当中 但王林却是再次闭上双眼 右手抬起向着前方一挥 这一挥之下 仿若是扫去灰尘一样简单 可在四周数万修饰眼中 在那周锦清衣男子 虚神天尊目中 在那司徒男男云子等人看去 那第五道空门却是瞬间扭曲 居然真的如同灰尘一样 在王林的一挥当中渐渐消散 化作无数岁目 无声无息地崩溃在了王林的面前 五道空门全部被王林一一哄开 在此门消散的一刻 王林眉心的隐隐要出现的裂缝 完全地幻化出来 那裂缝内仿若有无尽的犀利 在出现的一瞬间 似乎就连这星空也都要被吸扯进去一样 一股空灵初期的绝强气势 在王林的身体上彻彻底底地扩散出来 若他满足 那么此刻去吸收那空门之力 他就是空灵初期修饰 但他岂能满足 这才仅仅是五道本源而已 他王林还有清水送出的第六道本源 那被他吸收入体内 刚一出现就大乘着杀戮本源 将给他引动第六次空门的出现 这一幕 这因果轰门生死司空 真假一挥的一幕幕 看得四周修饰一个个是骇然至极 也不知道是谁先反应过来 在那惊恐的尖叫下 直接向后疯狂的逃顿 如此一来 几乎所有的界外修士 全部都在这一刹那 向着四面八方急速逃顿 他们怕了 看着王林如此简单的去轰空门 让他们不得不怕 让他们恐惧到了极点 第一次以万雷轰门倒还好说 第二次以火焰焚烧也可以接受 但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 那一掌一暗一挥间 三门崩溃 尤其是最后一次 仅仅是闭目睁眼再闭目 那空门居然诡异的消散 这已经超过了这些界外修士的想象 那轻衣男子同样骇然当中 身子向后急速退去 他尽管修为到了空旋 但却仅仅是出气而已 王林之后呢 连破三门让他看出了一些端倪 因果生死 真假 他居然去明悟这些大道虚源 此人惹不得 惹不得呀 本源也分石与虚 如雷火为石 可如因果之物却是虚幻的 明悟这些虚幻本源其难度更大 第六道本源 杀戮本源 王林声音平静 可却蕴含了一股惊天杀戮 在其话语飘摇当中 却见着星空居然有了一片红色的雪花 无声无息间凭空出现弥漫八方 在那寒冷的红色雪花飘散中 第六座空门轰然出现 这第六座空门 与之前五座完全不一样 它赫然是由白骨组成 一眼看去 这几乎就不是门 而是一个巨大的头骨之口 它诡异的样子 缓缓地出现在王林的面前 一股震动星空的波纹 从其内无尽地散出 那波纹的扩散 凡是被波纪的修饰 全部都是身子一颤之下 样子直接衰老下来 更是有近万人 在这波纹当中 没有任何惨叫 直接苍老而死 成为了一片灰烬 消散开来 晚空谷门 此地住人认识此门者 只有两个 一个是南云子 一个就是虚神天尊 甚至那轻衣男子 他都从未见过这样的空门 也从未听说过 这 这是这个样子 这白骨之门 莫非就是传说中的万空骨门 那虚神天尊面色苍白 望着那出现的 如同头骨一样的大门 眼中露出极限的海然 贤非曾说 万空谷门 是他家乡的一道天鹤 在他的家乡 能引动此门者极为罕见 但每一个引动此门出现者 若没有夭折 必定日后成为大尊 万空谷门 上代风孙曾传到天下 但凡能在第三步引动此门出现者 其未来无法想象 他曾说这样的骨门 不是伏界之物 而是在他的家乡 在那里出现的天地之兆 南云子也望着那样子诡异的骨门 眼中露出难以置信之色 王林不知晓万空谷门 但此门的诡异 却是让他双目一宁 看着那慢慢的凝食 出现在面前的庞大之门 王林的眼中有杀戮之盲 一闪而过 不管这门有多么的诡异 但在王林看来 此门一样 只是一座第三步的空门而已 他甚至向前一步迈去 右手抬起之间 立刻着星空飘散的 无尽红色雪花 起起一阵之中 急速转动方向 直奔王林右手而来 刹那间 王林的右手散发出 无尽红马 他这又是完全成了血掌一般 那耀眼的鸿芒四目 更是有一股冰冷的杀机 弥漫在这星空内 在这股杀机之下 此地四周的那些惊散的修士 一个个心神颤抖 居然无法迈出步伐逃顿 杀戮本源 王林楠楠身子向前一晃 直奔那如同头骨之口的大门而去 顺喜间 王林就临近 右手抬起 那血掌散发出万丈光芒 随着其右臂 直接就向着此门轰然一掌拍去 轰的一声 这一掌之下 一个巨大的血色手印 出现在了这万空骨门之上 在这血色的掌印内 蕴含了王林一生的杀戮 蕴含了清水的杀戮 这杀戮已然成为了本源的一种 在落向那万空骨门的刹那 放入有无数怨魂奇奇幻化 嘶吼哀吼之中 想要从那血色的掌印内冲出 但却无法脱离 而是调转方向 直奔那空门而去 轰鸣之声 在这一刹那滔天而起 这万空骨门的确是不凡 在这杀戮的血掌之下 在那无尽怨魂咆哮中 仅仅只是一阵 仅仅是出现了几道裂缝 但却没有崩溃 不但没有崩溃 甚至还有一股反震之力 轰然爆发出来直奔王林而去 王林目光一闪 眼中露出了寒光 此门越是难开 便越是让他起了昂然的兴趣 此刻长笑当中 身子退后数步 右手抬起一指天空 眼中露出坚定之色 雷 轰然间 雷霆弥漫天地 直奔那空马而去 火 火焰熊熊而动 化作风暴 焚烧万古 因果印 王林右手开河一握 生死印 他左手抬起 与右手合十一分 真假道 王林双目一闭 再次睁开之时 一股浩然之气 弥漫全身 这是当代大儒的气势 与其空灵出气的气势 融合在一起 缭绕之下 王林再次向前一步迈去 右手一握 向着那第六道空门 轰然一击 本元六道 开空门 王林一声大喝之下 整个人如同长虹直奔空门 越来越近之下 几乎是刹那 他的右手就轰的一下落在了那万空谷门之上 这一拳 横载了王林两千多年的期望 这一拳是他六道本元大成的权力一击 这一拳是他复活李牧丸 让自己强大的决心 这一拳更是他王林成为第三步大能的 轰门一事 轰轰之声在这一瞬间 决天地而起震动 八荒横扫星空 那莫大的万空谷门 周然一颤 一道道裂缝急速的蔓延 仅仅是刹那就直接崩溃 这是第六道门 连续轰开六道空门 这天地间再没有任何力量 可以阻止王林成为第三步大能 在此门随开的刹那 一个无限之大的星空漩涡赫然出现 从那漩涡内 有一股仿若海水倾斜的磅礴空门之力 在这瞬息间疯狂的冲来 直接就涌入到了王林的身体内 在这股空门之力下 王林全身传来砰砰之声 他体内的六道本元急速的融合 他身上的那股气势 骤然就从空灵初起暴增起来 从空灵初起 直接就成了空灵中起 更是在那空门之力的融入之下 王林的身体被不断的凝炼 随着融合他的脑海中 轰的一声 他的身体真正的突破了某种极限 从第二步的巅峰彻底的迈出了那一步 这一步是大能之步 这一步的迈出 王林不是方才气势上的攀升 而是修为 真正的破开了第二步 成为了第三步大能 从此之后 他王林就是大能 体内的砰砰之声 脑海中的无尽轰鸣 全身上下传来的那股 让他极为舒服的感觉 仿若给王林脱胎换骨一般 让他的身体从内到外 如同升华 修道的第一步 从炼气到问鼎 是让修士的身体从返脱离 直至溃孽之时 完成了第一次脱胎换骨 可以吸收天地原力 这第三步 便是修士这一生 第二次脱胎换骨 将其身体无限的扩张 使得其身体与天地 再没有任何的隔膜 再没有任何的区别 这一步更是逆天至极 他融化了一个修士的资质 从此之后 对于第三步大能来说 没有资质的限制 有的只是悟性 随着六道本源的不断融合 当雷本源与火本源 融合在一起的刹那 王林的修为 从空涅初期攀升到了 空涅中期 当英国本源再次融合进来后 其修为又一次暴增 达到了空涅后期 当生死本源随之而来 当那真假本源完全融入之后 王林的修为突破了空涅圆满 成为了第三步空之四境中 空灵境界出起的大能 那从王林身上攀升越来越强的修为 化作了一股威压弥漫八方 在所有人都瞩目的一刹那 虚神天尊双眼的杀机 再也无法隐藏 即仰天一声低吼 甚至向前疯狂的冲去 方才空门在 他无法出手 但此刻空门崩溃 他必须要杀了王林 他有种感觉 若今日杀不了对方 那么这一辈子自己将 再无可能将其杀死 尤其是那万空谷门的出现 更是让虚神天尊头皮发麻 此刻他豁出了一切 哪怕这句分身崩溃 他也不在乎了 他与王林的仇是生死之仇 王林今日不死 他虚神天尊日后必亡 他现在融合本源 正是杀他的最好时机 一旦他完全融合之后 以其秀为怕事 就算空门初起 都将不是他的敌手 绝不能让他存活 同样的念头 还有那轻衣男子 他本已经后退 但此刻看到虚神天尊的行动 却是咬牙之下 双目通红 全身弥漫了无尽寒冰 直奔王林冲去 还有那周锦 此刻已然吓破了心神 但他毕竟是第三不大能 是奉天狼族的老祖 其神色露出拼命 低后当中疯狂的冲去 在其身后 一头数万丈的血狼咆哮跟随 三人的举动 使得南云子等人立刻身子一了晃 不顾伤势要去阻止 但就在他们要去的一瞬间 一个温和的声音 如春风一样在他们耳边回答 无妨 这声音尽管柔和 可却蕴含了一股不容质疑之力 生生地阻止了南云子等人的脚步 在他们的目光中 看到在那空门崩溃后的漩涡内 吸收那空门之力的亡林四周 虚神天尊三人 从三个方向直奔亡林而去 融合了五道本源的亡林 正在用那空门之力 去融合第六道杀戮本源 在那虚神天尊三人来临的刹那 亡林的右手抬起 向这三人一指而去 定 这一指使得身为空灵修士 身为第三部大能 在吸收那空门之力 融合本源之势而出 骤然间星空一变 这一指之下 仿若定住了星空的运转 定住了岁月的流逝 这一指 亡林更是将在梦道之时 吞下的三个道骨 其内那些没有消化的废弃悼念 顺着这一指而出 这一指之下 那周锦身子骤然一颤 无法再迈出半步 那轻衣男子同样察觉 全身似被无数悼念 牵制无法移动 唯独那虚神天尊的身子 还可以前行 但速度却是默然降了下来 就在这时 王林动了 他一生杀戮 最不怕的就是厮杀 此刻迈不当中 他直接就来到那轻衣男子的身前 双目闭合睁开之际 那轻衣男子眼中 立刻就有了瞬间的迷茫 在其心神迷茫 在其身体被定住的一瞬 王林右手抬起五指成长 在那男子身前一按的同时 五指一扣 完全握住 因果印 那轻衣男子全身一阵 喷出鲜血身子道全 他修为是空悬初期 但连年之战 再加上当年的伤势 并未完全好转 实际上 能发挥出来的 也只有空灵巅峰 此刻被那定身术锁定 居然还没有还手之力 因果印当中 在王林右手抬起的一刻 他的手中抓着一股 虚幻的雾气 这雾气 谁也说不出是什么 但这雾气一出 轻衣男子身体 死人立刻身子剧烈的颤抖 双眼骨帽 身色扭曲 痛苦不堪 这抽出的是一股因缘之力 是一股悼念之力 这抽出的赫然就是那 轻衣男子的本源 那雾气在王林手中 急速玄幻 在短短的瞬息间 就数次化作寒冰 想要从王林手中脱离 但最终 却还是被王林 一脸平静地握住 因果印 霸道无比 本源同样是因果的一部分 人为因 修为原 最终凝聚的第三步 本源就是果 此刻的王林 他那一头白发飘动 从容的神色 如同当年的长尊 出手便是大道 请听小说 《仙逆》第1623章 虚神天尊 本源亦是因果 张开为因 掌握为果 念你修道不易 今日我不杀你 取你本源封印千年 退出战场 王林双目蕴含天地 一股浩然之气 从其身体内骤然爆发 顺着其目光 直接落在那青衣男子墓中 这男子全身一震 脑海顿起轰鸣 再次喷出鲜血 身子在王林大袖一甩之下 连连后退 直至退出了数千丈外 这才停顿下来 神色暗淡 目中露出 滔天海然 你 你这是什么神童 滚 王林双目闭合 再次睁开之时 口中传出一声平静之语 这一个字他没有好处 而是极为平淡 可落入那青衣男子耳中 却是如同天地崩溃 心神震动之下 仿佛有一股力量冲入其体内 要将他的原神撕裂一样 惊恐之中 这青衣男子口中一出鲜血 身子急急后退 魂飞魄散一般 疯狂地逃顿而走 他本源并非全部逝去 但在王林那因果印下 却是扣除了大半 这让他骇然至极 这种神通 他尽管从未听闻 但却隐隐地知晓 长尊的井中捞月 也有相似之力 他心神颤抖 后退当中内心充满了不甘 他自存 若是修为保持在巅峰之时 那么对方就算是施展因果印 想要取出自己的本源 也绝对没有如今这么简单 老夫是空玄修为 老夫不服啊 心中的咆哮与呐喊 他神色没有露出半点 而是头也不回 急急向后逃走 这一切说来话长 但实际上却仅仅是刹那间 一印 逼腿 轻衣男子 王林猛地转身 一步之下 走向那在定身术中 速度略有降低 带着杀机而来的虚神天尊 当日之事 今日了断好了 王林双眼露出寒芒 但神色却是平静 看向那虚神天尊的同时 身子向前走去 晚霞虚神道 虚神天尊低吼之下 双手掐绝在身前一挥 却见在他的身后 立刻就有一个庞大的裂缝 直接轰轰而出 那裂缝内涌现出了 无尽香火之魂 他们争鸣当中冲出 赫然间就在这星空当中 掀起了无数霞光万丈 诸多的霞光内 却见万尊魔火的巨大雕像 骤然弥漫八方 给我镇压自然 镇压入天地轮回 让他跌入星空深渊 永世不得掏出半寸之魂 虚神天尊吼声之下 双手向前一指 却见四周这万寸虚幻雕像 在那霞光下直奔王林 轰然倒下 似要将其埋葬在这星空 更是在这一刻 在王林的下方出现了 一个巨大的漩涡 这漩涡是神通幻化 在去旋转当中出现了无数冤魂 他们凄厉的嘶吼 身在扭曲当中延伸出来 弥漫在王林四周 更是拉扯其身 想要把它拽入那漩涡内 此刻 在王林的上空 那空门崩溃之后的漩涡 依然存在 如此一来 远远看去这一幕是极为惊人 却见在王林的上下两处 全部都有漩涡 在这两个漩涡之间 则是上万虚幻的雕像 这些雕像散发刺目霞光 正向着王林 一一轰轰倒去 看去之时 仿若王林的身子被彻底的困在了 这虚神天尊的大神通之下 给我死 虚神天尊神色猙獰 右手抬起中 便有一股紫色的雾气 幻化而出 赫然间就在这虚神天尊手里 画作了一把长枪 他握住此枪 向着王林猛的一甩 轰鸣大阵 惊天动地间 那长枪带着无尽雾气 直奔被困住的王林而去 远处逃顿的那青衣男子 此刻脚步一顿 神色露出挣扎 他很快就猛地转身 死死地盯着被困住的王林 低后之中 放弃逃顿 而是一步迈来 王林神色平静 在那上万雕像倒塌的刹那 他的双目闭上 身子向前一步步走去 其速度不快 更是在他的身前 有上百雕像 已然临近 可就在那些雕像 倒来的瞬间 也不知是王林的身子 成了虚幻 还是那雕像本身透明 居然从王林的身体内 直接穿透过去 仿佛不存在一样 轰鸣 逃天 无数雕像落下 可就没有一个能阻止 王林半步 全部在他的身体外 成了透明 仿若消散 可却在穿透其身 在其身后再次幻化 轰然落在了其后方 这一幕 看得那虚神天尊 双眼瞳孔猛的收索 王林步伐 看似不快 但却瞬间就来到了虚神天尊 面前 右手抬起 根本就不管对方施展 何种神通 直接向前虚空一案 生死因 左手为胜 右手为死 王林这右掌一落 黑气 骤然弥漫 整个收掌 尽管落在虚无可缺 让那虚神天尊 面色一变 他清晰地感受到 王林这一掌 蕴含了一股 死亡的气息 随着一掌落下 这星空八荒内 仿佛刹那间 就在没有了半点 生机 而是成为了一片死欲 在变成死欲的一瞬 虚神天尊四周的星空 直接就出现了无数裂缝 骤然崩溃倒卷之下 带着无尽死亡的气息 直奔天尊 轰地一声 虚神天尊身子向后 退出了数十丈 抬头中一眼看去 但就在他抬头的一瞬 王林右手抬起 再次向着虚神天尊一指 定 虚神天尊的身体 立刻就再次缓慢下来 他低吼下 很猛地移动 就要崩溃着定身术之力 要冲出仿若泥潭的困境 但王林岂能给他机会 在施展了定身术的同时 他的身子已然临见了 虚神天尊的面前 右手抬起 一指虚神天尊的眉心 雷 此言一出 王林右手 食指仿若化作了一道 不灭天雷 这不灭天雷 融合了戒内戒外 所有雷霆之力 这一指 就可以杀第三部大能 即便这虚神天尊 是太古武尊之一 即便他修为无上 但他此刻是分身来此 他此刻的修为 只是刚刚空悬 如此一来 这雷霆之力 同样可以伤他 一指落下 虚神天尊全身一阵 但见其眉心处 荧光一闪 数万银丝立刻 弥漫延伸开来 转眼就扩散了 虚神天尊全身 轰鸣之声 滔滔而起 让那虚神天尊 嘴角一出鲜血 身子轰然倒退 就在其退后的刹那 亡灵再次一步走来 右手拇指伸出 又一次按在了 虚神天尊的眉心 火 轰鸣之下 虚神天尊的眉心 在那弥漫了 银丝之下一道道 灭世火焰 骤然扩散 转眼之中 就笼罩其全身 更是冲入他心神 冲入他灵魂 剧烈的燃烧起来 这种全身内外 被同时焚烧的痛苦 让他虚神天尊 神色扭曲 喷出了一大口鲜血 但一切还没有结束 亡灵双眼杀鸡闪烁 右手抬起成掌 骤然再次按在了 虚神天尊的额头 掌落之后 五指狠狠的一扣 向外拽动当中 手掌握住成为了拳头 因果 一股本源之气 赫然就被亡灵抽出 这连续的出手 根本就不给那虚神天尊 任何反抗的机会 凭着定身术 此刻的亡灵 如同天倒 生死 亡灵双手抬起 左手为生在那虚神天尊 胸口一案 这一案之下 虚神天尊的苍老的身体 立刻就焕发出了青春 仿若一下子就变得年轻起来 可与此同时 在亡灵右手落下的一瞬 那青春崩溃 生机与死气 在虚神天尊体内轰然爆发 仿佛要将他的身体撕开一样 虚神天尊鲜血从蹊跷流出 但他的身子却是更为正宁 他是太古武尊 他的尊严 让他不能屈服 咆哮之下 这虚神天尊的全身轰然一阵 居然破开了定身术 在定身术被破开的瞬间 其全身修为 直接就骤然的全部爆发出来 只是亡灵神色依旧如常 在其争夺了定身术的刹那 右手食指向前一指 定 不 那虚神天尊全身再次一阵眼中 露出了绝望 真假 亡灵双目闭上 则天底一切全部都是虚假 他双眼又睁 则一切成真 但睁开之后 他再次闭上的一刹那 亡灵的右手抬起 向着下方 狠狠地一展而去 杀戮 红地一声 亡灵的手掌如刀散发出 杀戮滔滔赤红之马 直接就从虚神天尊的天灵落下 狠狠地斩过 砰砰之声惊天动地 一声凄厉的惨叫中 那虚神天尊的身体赫然一分为二 化作了两团紫色的雾气 向着左右倒卷 但在亡灵此刻的闭目当中 他却可以清晰地感受到 在那一分为二的雾气内 这雾气仿若是一件衣服 此刻被分开 露出了虚神天尊这具分身的本体 那是一团无形的气 这团气一片虚幻 修饰很难察觉 也只有亡灵在真假道下 才可以感受得出 这一团无形之气 就是虚神天尊的这分身的核心 这具分身实际上也正是那虚神天尊本体 呼出的一口气 虚神天尊称之为虚神 便是因为他的身体万古至今 始终都是虚幻的 甚至可以说 他的身体就是一团气 此刻这化作分身的那团无形之气 在除了亡灵外 无人能看到的情况下 向着后方积极飘散 想要离开这里 虚神天尊不是太古武尊中修为最高的 但却是最难杀死的 请听小说 仙逆第1624章 三部开弓 只是他在今天 遇到了名物真假本源的王林 王林根本就没有睁开双眼 在那虚神天尊 分身核心 那团无形之气后退的刹那 在那轻衣男子刚刚临近 便看到了虚神天尊 被生生撕开的 骇然回头的瞬间 王林闭着双眼 右手抬起 一指眉心 这一指之下 金光万丈而起 却见一滴金色的血液 赫然就从王林眉心觅出 被他右手一把抓住 在握住这血液的瞬间 王林的身体内 立刻就有一把弓 幻化而出 此弓一出 一股肃杀之气 顿时弥漫星空 被王林一把拿在了手里 李广弓 若没有那金色血液 王林无法再次使用 这弓实际上 在当年他的仙人血脉 被逼出之后 就依然与血液融合在了一起 包裹了那支剑 也同样在这血液内 只是这血液 毕竟是属于王林 只要血液在手 他就可以凭着 冥冥之中的感应 去换出李广弓 去使用它 射出那惊天动地的一剑 此弓在手 以王林的修为 他不畏天地 不畏一切修士 这把弓 才是王林此刻 最强大的手段 闭着双眼 王林左手拿着弓 右手拉住弓弦 摇摇指向逃顿的 虚神天尊 猛地一拉弓弦 嗡的一声 星空波动 似要崩溃 疑或者说 已经开始了崩溃 以王林所在位中心 星空轰鸣 层层挖解 那虚神天尊 发出无声的尖叫 一股死亡的危机弥漫 他疯狂的逃顿 更是融入天地 转眼之下 就消失在了 朱雀心外 还有那轻衣男子 同样赫然地 急急而走 撕开裂缝 一步钻了进去 还有那 已然散开 在昆虚星域 一一逃走的 那数万修士 他们之前 就已然涣散 并不知晓 朱雀心外的一幕 但却在这一刹那 清晰地感受到了 一股来自灵魂的 死亡危机 这一剑 我要收回昆虚 王林闭着双眼 声音平静 在其拉开的弓弦上 一只尖端为 环形圆圈的剑 赫然从虚空中 换花 瞬间就凝视起来 成为了一把真正的剑 此剑一出 王林的右手 猛地松了开来 在其松开的刹那 翁明滔滔 惊天动地 行空震动 出现了剧烈的崩溃 只见那攻险猛的团回 送入剑内一股 无法形容的大力 使得这只剑 呼啸而出 行空在这一剑之下 再次崩溃 形成了一连串 无边无际的黑洞漩涡 更是卷动之下 使得那只剑 引动了一股 无法形容的天地之位 这一剑 无人可以阻挡 剑出之中 星空出现了一片波动 却是那轻衣男子的身子 在遥远之处 被生生地逼出 他赫然之中 回头 却见在身后一个 巨大的环形 呼啸而来 他面色惨白 眼中露出绝望 这一次不比当年的虚幻界 他是投影而去 这一次他是本尊前来 这一次一旦死亡 他就是真正的盗销了 来不及思索 在刹那间那一剑就临近 这轻衣男子 仰天发出求生的咆哮 双手掐掘之下 喷出大口的鲜血 不顾一切地 在身前布置了 他生命尽头 全部的本源之力 更是撕开了香火界 将其那全部香火之魂 一点不剩的全部拿出 融入进血液内 化作了一层层 十万百万的冰封 弥漫在身体外 赫然就使得他的身体 在那咔咔之声下 不断地被笼罩 转眼之下 就成为了一块 堪比修真心的巨大冰块 就在这时 箭来 刚一碰到那庞大 如修真心的寒冰 那冰层就顿时崩溃 其内核心之处的 轻衣男子眼中露出绝望 他猛地一拍眉心 赫然就把自己的足印崩溃 化作更多之力 想要抵抗这一次生死大劫 但最终 一声回荡了整个 昆虚心语的巨像之下 那支箭穿透了这寒冰 一扫而过 在其过去之后 这寒冰崩溃 其内那轻衣男子 全身一阵之下 喷出鲜血 肉身直接碎灭 其原神想要逃顿 但同样是一颤之下 死亡了 这是这场战争 交战至今死去的 第一个空悬修士 昆虚心语内 存在了诸多的界外修士 但在这一刻 却是每一个界外修士 全部都感受到了 那种死亡的威胁 那支箭 呈直线而去 但从其上 却有环形波纹 从箭间扩散 一圈圈之下 波及了整个昆虚 凡是被这波纹 碰触的修士 军都一阵之下 立刻肉身崩溃而亡 昆虚心语东部 一群数百界外修士 在突然的心惊肉跳下 追杀前方逃顿的 几十个界内余孽 那几十界内修士 面色惨白 一个个已然是 油尽灯窟一般啊 和他们拼了 即便是死 我等也是死在家乡 那逃顿中的一个中年男子 绝望当中惨笑 猛的转身 正要回头去选择自保 但就在这时 一股波纹从星空而来 穿透这几十人的身体 可却对他们 没有造成伤害 但在他们目瞪口袋当中 却是见到 那数百在身后 追杀而来的界外修士 在这波纹扫过当中 一个个发出凄厉的惨叫 全部崩溃死亡 昆虚星宇南部 有两个界外修士 修为已然达到了天人衰竭 凝笑当中压下心神的不安跳动 追杀前方一个青年 这青年面色苍白 鲜血淋淋 但就在这一瞬间 波纹回荡 那两个凝笑的界外修士 身子一阵之下 轰然崩溃 留下那呆呆望着一切的青年 昆虚星予欺捕 一处修真心上 这修真心已然沦陷 其内各个宗派死亡殆尽 被界外修士占据 这些修士当中 有人杀红了眼 居然去屠杀凡人城池 在那一声声惨叫当中狂笑 更有几个界外修士抓住了此心各个宗派内颇有姿色的女修 与修成炉顶带回界外贩卖 但就在这时 那波纹回荡从这修真心扫过 在这波纹过去之后 这颗修真心内所有界外修士 全部都是巨阵之下 已已崩溃成为了血肉 昆虚星予北部 数千界外修士化作长虹 直奔边远 要前往其他星予驻站 但这数千长虹在吉时之下 却是与一道波纹碰撞在了一起 那波纹一过千道长虹崩溃 再无活人 同样的事情 同样的一幕幕 在这昆虚星予各个地方 全部同时发生 在这波纹横扫之下 死亡的界外修士 数量惊人 昆虚星予与云海交接之处 虚神天尊所化那无形之计 在一片模糊当中 再次凝化成了人影 他满脸阴沉 双目露出惊恐 直奔前方 有那把剑在 谁能杀他 该死的 若无此剑我最多受伤 但也并非不能将其杀死 只是 为什么他要有这把弓箭 长尊啊长尊 你当年送出那宫 你犯下了一个天大的错误 有此弓箭 这界内界外 谁能将其奈何 此战 老夫不参与了 老夫这分身若能火 融入本尊内就此离去 这虚神天尊恐惧至极 此刻逃走当中 眼看就要进入云海 他要从云海的缺口离去 回到界外 他依然打定主意 再也不来接内 只是 就在这一刹那 这虚神天尊面色大便 猛的转身 在他身后的星空 那星空轰鸣崩溃 一支箭直接破开星空而出 以难以想象的速度 以根本就无法闪躲 避开抵抗的气势 直接就从虚神天尊的身体上 呼啸而过 轰的一声 虚神天尊的身体崩溃 气息瓦解 烟消云散 在其分身死亡的刹那 界外太古星辰内 一处被无边雾气 弥漫的星域内 传出了一声凄厉的惨叫 却见了 弥漫了这片星域的雾气 急速收缩 最终化作了一个人影 这人影正是虚神天尊的本体 他喷出一口鲜血 身子亮枪后腿竖步 抬头当中露出深深的忌惮 遥遥看向界内 昆虚星域 朱雀星外 王林睁开双眼 手中之弓消散 那只剑也从虚无中回来 融入其右手内 那金色血液中 右手抬起 把那血液按在了眉心 王林抬头直奔上空 那还为消散的空门漩涡 他的第三步 还差最后一丝 不远处 周锦也是此地 唯一没有被波文杀死的界外修士 他身子颤抖 一动也不敢动 看着王林的身体 踏入那漩涡内 在那空门漩涡之中 疯狂地吸收着空门之力 如此强大 他居然变得如此强大 周锦脑中一片空白 面如死灰 不仅是他 此刻朱雀星上的 数千界内修士 同样一个个愣在了那里 方才的一幕幕 让他们难以置信 风尊 这才是风尊 我接那一战的希望啊 南云子眼中激动不已 他修道多年 本不该如此 但方才的一幕 无论是万空谷门 还是那一箭之威 都足以降起震撼 司徒南大笑起来 望着远处漩涡内的 王林眼中露出兴奋之色 逢尊荣耀 不知是谁第一个喊出 几二连三的 这数千修士 全部都激动呐喊起来 在他们的身后 是那朱雀星上的 王林雕像 那抬头望着星空的双目 透出一股 看天地如蝼蚁的 浩然之气 只是 只有王林知道 他的天节 第三部天节 将要来临 在那空门漩涡内 王林吸收空门之力 不断的吸收之下 他体内的第六道杀戮本源 与身体完成了最终的融合 在这融合的一瞬间 王林的修为从空灵初期 直接攀升到了空灵中期 在达到空灵中期的刹那 王林右手抬起一指 那空门漩涡 在他的手中 那空门之力凝聚而来 雷霆轰鸣之下 闪电游走 从四面八方来临 一把雷霆之剑 出现在了王林的手心之内 此剑只有七寸之长 但他却是王林 在轰空门之后 借着空门崩溃后 那漩涡内的 奇异空门之力 凝聚出的一把 本源之宝 如同清水当年的 杀戮之剑一样 这把七寸小剑 就是王林的第一道 雷霆本源凝聚而出 亦或者说 它就是雷霆本源 第二把剑 是火本源之剑 在王林右手抬起中 在那空门漩涡的 大量宣泄下 火焰之剑出现 第三把剑 为因果剑 此剑融合了王林这一生 对因果的名物 漂浮在王林身前 散发柔和之马 第四把剑 是生死剑 此剑的出现 天地震动 黑白二气缭绕 最终化作了这把 同样的七寸短剑 第五把剑 为真假剑 只是那空门漩涡内的 奇异之力有限 在帮助王林凝聚了 四把剑后 有了隐隐消散的迹象 与此同时 星空尽头 传来了一声声 闷闷的呼啸 这是天洁的气息 王林双目一闪 他知晓 这一次 在轰开了空门后 来临的天洁 将是他这前半生 所遭遇的天洁中 最强的一次 但王林却是 没有丝毫的敬畏 双目平静当中 他身子向前 一步迈去 双手伸开 向着那将要 消散的空门漩涡 猛的一丝 这一丝之下 那漩涡震动 更多的空门之力 疯狂的宣泄出来 在这磅礴的 空门之力下 那真假剑 赫然凝聚出来 第六把剑 为杀戮剑 此剑并非清水所增 而是王林自身凝聚出来 在这杀戮剑凝聚出现的 刹那 空门所化漩涡 开始了不可逆转的消失 这股空门之力 极为玄妙 它不但可以让修士 融合本源 使得修士身体 如同凡人铸鸡 更是可以把本源 凝聚出法器 这股力量 王林不知从何处而来 更不知晓的 到底是什么 可他却是知道 这股奇异的空门之力 是极为难得之物 修士一生 怕是也只能经历 这一次 一旦消失 很有可能将没有 再次出现的机会 甚至这股气息隐隐的可以修复法宝 这一点 从其能在本源中凝聚法器 就可以看出 抬头当中 在那空门漩涡将要消散的刹那 王林右手向着那漩涡 默然一指 以其第三部空灵中期的莫大修为 施展定身术 一指之下 王林口中传出一声平静的迪鹤 定 定身术在王林修为到了第三部之后 已然明误了本质 不再只能定身 而是天地万物 一切运转都可以 一字定住 一字出口 那漩涡立刻就有惊天动地的轰鸣传出 这轰鸣落在四周修士耳中 仿若一声声愤怒的咆哮 古往今来 但凡修士都对着空门存在敬畏之心 基本是当年的封村也同样如此 这世间也只有王林一人敢对着空门漩涡 施展定身术 若是在梦到之前 或许王林不会如此去做 但他梦到之后 他有了当代大儒的气势 他明误了天地道理 看天地 看一切生灵 如同蝼蚁 这不是傲 而是一种平等 一种天地万物存在的 或者不存在的 全部没有任何区别 他没有了敬畏 有的只是那平静如水的目光 一字定天 那巨大的漩涡轰然一顿 但这定身术虽强 可却未能万能 定出那漩涡仅仅是刹那 就出现了崩溃的迹象 王林目光闪烁当中 身子一步迈去 向着那漩涡伸出右手猛的一挥 化作一股狂猛的吸扯之力 从那漩涡内把那些本不属于它 本不会散出的无尽空门之力 硬生生地吸出了无数 那漩涡中传出的轰鸣更为剧烈 似愤怒的咆哮 仿佛对王林的这番行为 出现了不满之意 但王林却是没时间去在意 在吸出了更多的空门之力后 他右手抬起 撕开了楚裂缝 把当年毁灭的射神车 锁化光点拿出 这射神车 早年在云海 王林水稻子的第一栈当中崩溃 此物直至毁灭 也还没有完全打开最后的封印 但却让那水稻子 大吃一惊甚至将其所伤 此宝的强悍可见一斑 此物是与仙界玄宝制造 命名为射神 其威力无穷 王林早年以此物曾度过诸多危机 今日在这空门漩涡的奇异之力下 王林将那射神车崩溃锁化的光点取出 就是要看一看这奇异的空门之力 到底能不能修复法宝 若真能修复 他王林有太多的法宝想要恢复过来 就在这光点被王林取出的刹那 突然 那被他吸扯出来的无尽空门之力 顿时就涌入而来 被那光点吸收 渐渐的那光点散发出明亮的光芒 王林双眼一宁 露出难以掩饰的兴奋之色 他没想到自己的猜测居然成真 这奇异的空门之力 居然真的能修复法宝 短短的数席间 大量的空门之力被那光点吸收 渐渐的这光点慢慢的似成了碱 光芒柔和弥漫四周 与此同时 这碱成的一刻 他吸收的空门之力更多 直至最终咔咔吱声下 在那被王林吸收的空门之力 几乎全部耗尽之时 那箭出现了裂缝 直接碎开 一只七彩斑斓的蝴蝶 扇动着翅膀 从箭内飞出 阵阵七彩之粉 从那蝴蝶翅膀上落下 他舞动着环绕着王林 那急急扇动的翅膀 似透出无尽的喜悦与依恋 最终这蝴蝶 停在了王林的肩膀 一动不动 王林长笑起来 他看着那蝴蝶眼前浮现出了一幕幕与射神车的经历 他没想到自己真的还有再看到这蝴蝶的一天 这蝴蝶是射神车之灵 这空门之力 不管如何艰难 我王林一定要去 射神车可以恢复 那么我还有一物 此物若是恢复 我将有一事绝强保命神通 王林上眼兴奋之色更浓 他右手一挥 立刻从储物裂缝内飞出一物 此物是一面盾牌的碎片 那碎片散发出黯淡的清光 微弱的仿佛随时都可以消散 在这碎片出现的刹那 余下的那些被王林吸出的空门之力 骤然就凝聚而来 环绕在那碎片之上 不断的修复着 那碎片黯淡的清光 更是在这一刻剧烈的闪烁起来 仿若要焕发出盎然生机一般 此物名为清光盾 是王林早年获得的一件质宝 此物更是在当年的妖灵之地 爆发出了他的最强之威 无论是当年的天韵子役 或者是古魔等人 吾不在这清光盾的神通下 亥然不已 此物以王林当年的修为 就可以如此惊人 如今若是能够在这奇异空门之力下 恢复 且融合着第三部空门之力 在王林此刻修为施展下 其威力将会惊天 此物最强的不是其防御 而是在这盾内 蕴含了一世神通 此神通名为 梦回远古 随着那清光盾的碎片不断地吸收那奇异的空门之力 渐渐地其四周有了蠕动 正急速地恢复成盾的形状 只是那空门之力在这个时候 已然不多 眼看那空门之力越来越小 眼看那漩涡就要完全消散 王林右手抬起 一抓之下 六把本源之剑 齐齐飞出 直奔着漩涡 深处展开了一场轰鸣滔天的冲击 这是王林的本源所划法期 每一次的轰击 都是第三部大能的权力 在这轰击之下 那漩涡内硬是被搅乱 在王林张开大口猛的一息之下 以其吞魂的本性 再次吸出了不属于他的大量空门之力 随着这股空门之力的冲出 那清光盾吸收到了足够 完全的恢复成型 王林兴奋当中 右手再次一挥 却是那古神庇佑的护腕碎片被他取出 吸收其余的空门之力后 这护腕也又一次的完整如初 长孝当中 王林右手抬起握拳之后 向着那漩涡深处猛的一击而去 轰轰之声下那漩涡骤然崩溃 但就在其崩溃的刹那 却是有一股无法形容的意志 从那崩溃的漩涡内扩散出来 这股意志之强惊天一般 在出现之后 无人可以察觉 唯独王林 在他感受 这股意志仿佛是天地初开诞生的第一个灵 又如同是这界内界外星空内 全部都是从这意志内繁衍而出一样 若是换了之前 王林定然骇然逼退 但此刻却是从他身上爆发出了一袋 大儒的浩然之气 使天地为蝼蚁 岂能输给这股意志 今日见你空门之力 日后王某定有所报 王林声音骤然而起 更是在他的身体内 除了这股浩然之气外 其心神内的天逆珠子 突然动了起来